如何正确地测量噪声? 你可能会在工作间测量噪声,同时间亦会整体测量其他声源。 所以你收集到所有物体的数据,以及房间中的总体声压。 在许多情况下,背景噪声可能会在测量期间淹没你想要测量的机器噪声。 我们如何消除背景噪声,并纠正背景噪声对测量的影响。 你需要做的是在物体运作的情况下测量声压,然后关闭物体运作并测量背景噪声计算之间的差距,得出数值。 在图表的水平轴上以得出数值定位,找到相交点。 然后从左侧的垂直轴找出所需减去的数值。 从总体水平中减去该值,即可得到机器的升压水平。 或者,你可以利用方程式计算结果。 背景噪声对我们的噪声测量有很重要的影响。 在测量之前,我们必须观察四周环境,定出监测站的理想位置。 观察环境时,我们需要注意许多要点。你在该环境中可以找到多少个噪声源。 噪声源具有什么特征?我们能准确指出大多数噪声源所在的位置吗? 在现场,噪声源来自哪个方向?每个噪声源相隔多元?墙壁或结构是否有可能引起反射? 除了背景噪声外,我们还要注意外部因素。 例如放置噪音机的角度,天气亦会影响测量结果。 我们是否涵盖了大部分噪声源? 监测站是否靠近噪声源? 监测站附近有多少人类活动进行? 是否具有良好的WiFi信号和稳定的电力供应? 最后的是,所选地点安全吗? 确定监测位之后,让我们了解怎样运用仪器测量噪声。 ă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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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ă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